安全世界啊 安安4机要上市 我准备送出10份安安破坏神4游戏 可以跟我一样喜欢安安的你们 没听错 从66号开始到66号 每天都会送出安安4游戏本体 总共会送出10份 只要记得订阅YT、Twitch、Facebook粉丝团 这三个平台 影片按赞、留言、分享 就有机会获得安安破坏神4游戏 3加2链接呢 我放在影片下方 有任何問題也可以直接來Twitch詢問 別忘記喔!三個平台都會送喔! 今天我們這部影片的主題就是開局職業評比 相信有看過上部影片的朋友們 都對從世界一還是從世界二開局有一個稍微的概念 如果你沒有看過可以去看上一部影片 但這部影片我們會來分析說 哪一個職業開局會更有效率 可能有許多玩家都已經決定好說遊戲上市之後 第一天用什麼職業來開荒了 這部影片你們就可以考慮先略過 因為遊戲就是要玩自己有愛的職業 才玩得更爽、加倍開心 如果你是現在還對這個選擇職業有點猶豫不決的話 我會跟自己三次測試的經驗 還有國內外實況主整理出來的心得 以及第三次測試之後 暴雪對職業微調的結果 最後所得到的結論 其實在上一部比較世界一還是世界二 哪一個比較適合開局的影片裡面 我們已經有稍微提到說 哪些職業一開始開局是比較順暢的 像大家熟悉的法師、遊俠、斯林等等 那野蠻人和德魯伊相比前面三個職業 就會比較辛苦一點啦 如果你想直接看懶人包的話 就可以拉到影片最下面 直接來看排名 首先我們來聊到法師 在第一次測試的時候 無庸置疑是最多人玩 也是公認說不太需要裝備 只要靠技能組本身就能橫著走 不管你是玩九頭蛇 還是連鎖閃電 0CT無限冰霜 又可以屏障常駐 然後我們變成說有輸出、有坦度 又有控場能力 基本上就是全能型的 然而好景不長 到了第三次測試的時候 幾乎全部當初強勢的技能 被大砍一刀 真的是棒打出頭鳥 九頭蛇傷害 只能剩三分之一 但即使經過暴雪多次下修 許多人仍然認為 法師是相當好的開局職業 因為我們有良好的遠程能力輸出 還有不俗的控場能力 更還有冰火盾能增加生存力 還有經典的傳送術 可以增加跑圖的效率 讓法師排在開局S角 也是眾望所歸 再來就是測試期間 號稱是世界Boss殺手的游侠 說他是第三次測試的MVP 也不為過 因為在測試期間 我們為了拿到測試的獎勵 需要以這個20級的角色 去挑戰25級的世界Boss 再加上最後一次第三次 傳奇裝備已經調回正常的掉落機率 所以不論是國內外的暗黑論壇 玩家各種怒噴 各種苦不堪言 這時候只要游侠大腿 站出來說 我帶你飛 眾人就會看到他身上的散發出 猶如這個救世主般的光芒 感激萬分 那游侠也是第一個在專家模式 就是Hardcore 單挑世界Boss成功的職業 且盡因Boss如切菜的游侠 即使在下修之後 只要是面對強敵的場合 絕對佔有一席之地 無論是近戰還是遠程 都有相當優秀的輸出輕快的能力 跑圖機動性也在前段班 唯獨就是保命技能 需要我們玩家一些走位 還有操作的技術 那這部分呢 相信能以靠裝備 還有巔峰面板來補足 所以在開局游侠 也絕對屬於S級的角色 那接著呢 我們來講講死靈法師好了 死靈法師是第二次測試 才開放的職業 當初是跟德魯伊同時出的 那他們兩個玩起來 可以說是天跟地的差別 尤其是當初只要拿到幾件傳奇裝 我們死靈法師就可以開啟這個 無限血物施暴的流派 所到之處 寸草不生 那麼死靈擁有DPS最高的基礎技能 像是幾乎打不死的骷魯大軍當後盾 讓不少原本法師的擁護者 有點異形別戀 想投入死靈的懷抱 想當然 暴雪在第三次測試的時候 把死靈硬生生的砍了幾刀 雖然血物啊 屍體爆炸還是可以玩 那召喚流全部都會砍到 骷魯B就像得了骨質疏鬆症一樣 一碰就碎 只要地層的這個精英一個範圍記下去 基本上都倒的差不多了 那之後 就由於感覺庫魯大軍被削弱得太厲害了 所以很多死靈玩家就去官方反應 官方也在適度的在上調召喚的強度 所以當遊戲上市的時候 召喚流或多或少都會有所改善 相比其他職業 死靈缺乏了他的機動性 在輸出方面 可以用骨毛來對付單體 然後用獅豹來對付群體 這也是死靈在第三次測試 比較多人選擇玩法 至於對召喚流呢 特別有愛的玩家 可以在遊戲上市之後 觀望看看 因此綜合來說 開局死靈會落在A級的位置 野蠻人呢 也是在第一次測試就能體驗的職業 但相比同時即開放的遊俠還有法師 野蠻人初期就是失色了許多 另外兩個職業只要有幾件稀有裝備 機器就能有一定的強度 但野蠻人呢 沒有幾件特定的船機上升 很難去跟另外兩個職業相提並論 不過如果是有裝備的野蠻人 玩起來就是天跟地的差別喔 巡風斬就像是移動式的絞肉機 還可以玩荊棘反傷流 甚至還有這種一拳就數十萬傷害的 一拳超人震盪流 但結果官方的調整下修之後 第三次測試 在沒有太多傳奇裝備的前提下 震盪或是流血會是你比較好的選擇 野蠻人是一個後期那種 倒吃乾熱型的職業 因為他能比別人裝備更多的武器 相信大家也知道 那種傳奇附魔的能力有多強 但是以開局來論 野蠻人初期是真的比較吃力的 尤其你是一個人遊玩的情況 那你建議野蠻人開局的玩家 就由世界一開始會順利許多 在開局方面 多數十萬人都會把野蠻人 排在前面三個職業之後 所以這邊呢 把他放在B級的位置 最後啊 我們再來討論 是第二次才開放 卻引起最多討論 最多爭議的德魯伊 跟死靈同期開放的德魯伊 玩他的玩家 真的只能說是有愛才玩得下去 那雞肋的動物流啊 超長的技能CD時間 還有那技能傷害打出來的數字 真的是慘不忍睹 勉強勉強能看的 就只有獲得傳奇的土石流玩法吧 真的可以說是最慘的職業 直接跳過C排再D 都不過分喔 但是呢在經過官方調整之後 第三次測試 總算是獲得不少的提升 雖然還沒辦法跟前段班的職業比啊 但動物流真的提升的很有感 風被老流啊 也能獨當一面 還可以玩玩看變形 而根據官方釋出的消息啊 遊戲中後期喔 角色裝備成型的德魯伊 是有可能成為最強的職業喔 不過這邊我們是以開局出席而言呢 就先把它放在B級的位置 以上五個職業開局介紹 相信到這邊 大家多周小小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答案啦 最後老話一句 遊戲啊 最重要就是玩得開心 只要開心呢 那就是最適合你自己的職業 好啦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打開小鈴鐺 那等一下片尾呢 會有我們最新的這個Twitch釣寶活動的介紹 如果還不了解的可以觀看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從666號開始 只要在Twitch實況搜尋蝦愛橘子 並且觀看直播啊 就可以獲得不同職業的現實外觀造型 帶獎杯飾品 第一周釣寶 俠盜和死靈法師的匕首和單手鍵造型 第二周釣寶 魔法使的法戰武器造型 第三周釣寶 德魯伊的單手斧造型 第四周釣寶 野蠻人的頭骨粉碎機武器造型 另外只要在實況頻道贈送兩份訂閱 就能獲得限定馬P造型唷 到時候我會24小時實況 歡迎大家來領取造型